嗨,大家好,我是秀丑娘 大家认识这个东西吗? 看,这个是野葱 我已经把头呢,给它剪下去 做成了腌菜 把这个叶呢,我打算用来调馅 然后呢,把它给包成馅饼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做法吧 这样再洗干净的小野葱 给它切碎 准备一块猪肠腰肉 清洗干净以后 把它给切成小块 将肉搅成肉泥 肉馅里加上点姜末 打上一个小鸡蛋,加点生抽 来点蚝油,来点盐 加点香油,加两滴老抽 将肉馅搅拌均匀 多搅拌一口,搅拌至这个肉上劲 将腌制好的肉馅和野葱 装入到一个大碗内 加上食用油 再少加一点盐 把馅搅拌均匀 搅下的时候要记住朝一个方向搅 300克面粉 加上两颗酵母粉 用温水裹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密封起来发酵上两个小时 将这个面团发酵至两倍 然后取出揉制抬气 将揉制好的面搓成长条 切成倒小均匀的小面劲 把每一个小面劲都揉圆 取一个小面劲按扁,然后将它擀薄擀大 擀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擀的中间厚一些 边缘薄一些 取一个面皮脱在手中 放入适量的菜馅 给它对折捏上 这边也捏紧 按扁 为了防止这个边开呢 我们可以给它捏紧 捏上这个小指 电饼冲预热好以后 放入饼胚 不要忘记刷油哦 上面我们可以滴两滴油 让它锁住水分 选择馅饼模式 盖上锅盖烙三分半钟 营养美味的野葱馅馅饼就做好了 蓬松渲染 鲜香美味 看一下它的汁特别的多 我是秀猪娘 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请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